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扪心自問 你看你自己跟你看旁邊的說話 如果你怎麼努力 你不管怎麼努力 你都發現自己高不成低不久 你不管怎麼努力 你都發現自己是最平凡的那一個人 你贏不了別人 你怎麼努力你就是贏不了 你就是在某個門檻後面 我們扪心自問你快樂起來 我怎麼努力 我都發現我錯得比別人 用半隻眼睛做的 可能都還略差一點點 你快樂起來嗎 你很平凡啊 可是你快樂不起來 你很痛苦 我們會一直問難道我是笨蛋嗎 難道我就不如人嗎 我必須很殘忍的說 事實就是 當一個人不斷重複 問自己這些話很多次之後 他心裡面會生出第二個想法 是不是我不夠黑心 我不夠黑心 所以我才贏不了那些人 後黑血就出現了 所以我們讓越多孩子 不在他的天賦跑道上跑 其實我們就是在讓越多孩子 選擇進去贏啊 選擇玩陰狠的手段 因為他在他成人之後 他發現怎麼樣他要不如人 那他要嘛就認 認很痛苦 要嘛不要認 所以我去玩陰狠 也很痛苦 可是生活好像水準會好一點 可是我想要告訴大家 我們並不是只有這兩個選擇 我們有第三個選擇 第三個選擇就是 讓你的孩子從小 可以辨識出他的天分 而且讓他的天分 懂得怎麼去梳理 懂得怎麼去管理 懂得怎麼把這天分發揮得很漂亮 當一個人發現他的價值是耀眼 是被肯定 是有存在價值 這時候這一個人 他沒有理由要去做壞事 沒有任何理由要去選平安 因為他知道 他只要努力的繼續投注在發揮他的價值上 他可以更好 而這個世界也會更好 難道這不是我們應該要去做的事嗎 他不但可以很快樂 他也可以很健康 而且他在讓他自己變好的過程中 他也得到很多benefit 因為他的價值是如此閃耀到 好多人都願意去使用他的價值 去購買他的價值 那在這種狀況下 他有任何需要變壞的理由 而且我敢跟你保證 他絕對非常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快快樂 做正直正向的事 而且他對自己很滿意 對自己很滿足